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继位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民族后劫中 作为民族的一员也有一份责任 自己不仅是被罪犯所迫害所摧残 而且自己在谋入意义上也是一个犯的 至少是一个缺乏勇气和力量的怯懦者 这是刘在富 当时是中国社会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 他总结十年的 新世纪文学十年的这样一个一些看法 他做了这么一种评判 就1976到1986啊 事实上是应该是1977年之后了 这是他的一个评判 他认为那个时候的反思呢 还不能够彻底的 没有自审 没有知识分子的自我的忏悔意识 就是批判的文革 基督文革都是四人帮的罪过 那么知识分子 他本身还是用户党的 其实和我前面所表述的观点呢 是有相通的地方 这是当时的一些作家张杰 你看看 这是他上岁数了 可想当年这个年轻时候的这个风采 中间这个戴浩英 这是张康康 这是月月给我们下的照片啊 这个是陈建功 陈建功这个是百大77级中文系的 这也是他最近的照片应该是 周克勤 那是古华 古华看上去怎么有点像唐国强 对 好 那个基本上我们就 其实理论上呢有很多的讨论 就是关于人性论的闹主义 当时还有一本非常厚的书 其实是对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要批判自然阶级人道主义 人性论 编的自然阶级的这个论 人道主义和人性论 那个时候八十年代初 是有对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很多的讨论 像我说的那本书当时是影响也蛮大的 所以去讨论这个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来龙去脉 但是理论的背景是有马克思的18840年的手稿 这里面提出了人是马克思主义 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问题 那个时候 网络水 网络望 他们就编那本书叫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人民出版社 出版了八十年代初 那么这些人呢都是主张这个 重新用184年手稿 去解释马克思主义 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讲阶级斗争 他更重要的他是讲的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所以想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 经典的一种解释 那么这个改变意义是非常之大的 因为 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 等等这些的合法性 都是建立在马克思的 关于阶级斗争学说上面的 是通过阶级斗争 通过暴力革命 然后这一套来建立我们的政权 来建立我们政权的存在的形式 那么如果说是人 是马克思主义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最终是要关怀人的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人心论这个问题就是成立的 当时讨论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异化 就是从184年手稿这里的 我们讨论异化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些大家都要了解一下 这个知识的背景 好 休息一下 好 休息五分钟 蒙隆诗也是作为新时期的起源 是吧 开启 一方面是上汉文学 去审视知识分子和 知识分子以及这个 右派这个群体啊 以及给民族给人民带来的这些灾难 他的创传 那么蒙隆诗呢 他却是表达的是更年轻的一代人 他们要表达的这种内心的那种欲求 对时代的那种强烈的一种批判 然后也是要表达自我 强烈的表达自我 所以蒙隆诗呢 他其实后来和这种文革时期的这种主流的文学呢 是蒙隆诗人说是分道扬镳了 他走向了另一个路径 所以这些诗人他都是以非常激烈的反叛的那种形式来出现的 在当时文革初呢 那个时候还有这个星星画展 大家可能不太不太了解 绘画的美术运动 其实当时的整个新世纪不只是文学 文学那么红火 说他有美术 当时包括我们说的电影画剧 这些都是整个都是要打开一个新的一种时代 他说对 在对文革的这样一个反思当中呢 他来展示来揭示 一个新的时代要到来 要迎接一个更加自由的开放的这样一个时代 但是当然思想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只有像诗歌和美术 他们结合的非常紧 在音乐方面呢 他还起步的比较晚 音乐当时主要还是受的是这种港台的那种秘密之音 他们是另外一种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八十年代初 我们说改革开放 他很多东西混杂在一起 他们之间所表达的情感的相度 表达的意义的层次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看到 诗歌蒙隆诗 他所表达的感情 那种反叛性 那种反抗 那种叛逆 他和山泰文学表达的情感是很不一样的 关于地下的状况 我们在文革那一节 我们也谈了一下 非常概括地谈了一下 当时在白洋殿的那种 所谓地下状态 像我们谈到了盲客 多多这些的 这里的我就 简要地去谈一下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读一下原诗 因为我们一谈诗 抽象的谈就不太有意思了 关于这个盲客和多多 大家可能都了解吧 读过都读过他的东西 那么庚子后来是都不太出名了 这个盲客和多多 大家还是了解的 在八十年代初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他发表的那些刊物的都是在今天上 今天做一个地下的这样一个诗刊 当时呢是有一个叫做诗歌大字报的运动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很难 因为网上我也找不到那种照片和材料 当时西单民主墙啊 大家可能想起来都 你们肯定都不了解 那么这一段的历史都是被遮蔽的 也都不能提的 就是当时文革后在西单那里贴那个大字报 他还是就是对中国的现实向何处去 那么很多当时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都不适宜提起了 他们很多人后来多少年都有些是在监狱里面 有些是到国外去了 那么有些也都分奔离弃 当时在西单民主墙是影响非常大的 在青年中 当然后来很快就被禁了 当时还有一个形式叫做诗歌大字报 那有这个黄祥啊 这个贵州的诗人黄祥跑到本京王府井 贴外门去贴包括西单民主墙 去贴诗歌大字报 用诗的形式来表现 他们都是非常激烈的 像今天的这些刊文 为什么后来会被禁的 就是他们都是在非常大的集会上 然后揽诵诗 揽诵诗呢 然后这个群情集养 青年的这个情绪非常的激动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摇滚 不像大家现在开这个摇滚 但是摇滚它主要还是一个娱乐 那个时候大家的情绪是 都是关怀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命运向何处去 是吧充满了觉得这个时代改变了 充满了对当时的这种压制性的 这样一个政治氛围的一种反叛 那么这些诗呢 大家多少现在读到的是文本 读到的是这些句子 充满了充满了修辞的句子 但是其实背后有这代人 他们走过了一种历史 他们面对的那种现实 强大的现实 以及冲破那种现实压制的 巨大的历史的渴望 有一些诗呢 他也号称是写在文革期间 但是这些诗呢 他后来发表在今天上 那都是在粉丝斯特曼之后 才发表在今天上 我们也把它看成是七十年的末 八十年代初的 这样一个文学 文学史的语境当中 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像王克的诗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种不屈的乐情流荡于其中 所以那时的诗呢 有十月的现实 心是阳光中的向日葵 一个死去的白天 那么这些都表现了 当时的压抑的环境中 青年人对心灵自由 渴望的那种东西 所以诗是这么说的 他说那冷酷 而又伟大的想象 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 所以我们的诗 大家知道从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过来的 要么是喝尽知的那种诵诗 是吧 狐风的时间开始了 这个何其方的伟大的节日 要么就是郭沫洛的那个报纸上抄一段下来 然后就是写的最优美的 就喝尽知的 是吧 那么爱情的偶尔有一点那种东西 然后郭小川的像困难进军也好 但是他的青沙障 这些的带有一些反思 带一些忧虑 但是呢他依然还是看到承担民族国家的那种责论 是为整个民族国家在受难的那样一个集体的我的一种形象 所以那种树心主人公呢 一直是和民族和国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在这些事里面 你可以看到年轻的一代他表达的是我和这样一个历史的一种抗议 我对现实的压抑的一种反抗 那么天空 你看看他说太阳升起 天空血淋淋的 幽如一块盾牌 太阳升起来 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 所以这些诗的你都可以看到 对现实的惨烈 写出一种历史的惨烈 写出一种一代人对历史压迫的一种抗议 那么你看这个 有一些诗的这种标题 是吧 北方闲置的田野 有一张梨浪人疼痛 所以这些诗呢 都是非常的具有这种反叛性 那么当然盲克的诗和多多的诗呢 是有很明显的差异的 那么盲克的诗呢 显得更加奔放和更加直截 那么同时呢 他的用词呢 他是在更直截的方式中的 有一种有一种锐利 那么多多的诗一开始就显得比较奇轨 显得比较怪异 那么他受现代主义的痕迹的更加鲜明 同时呢包含了一种疑虑 所以多多的诗句呢 他也包含更多的抽象的思想 在当时显得比较玄傲 他对现实的质疑的转化为对外部世界的 普遍本质的一种追问 那么多多呢 更加注重一些形式方面的一种变化 所以可以看到 他们的诗与当时占权威地位的诗风的大响敬天 所以他们的诗呢 不得不大来来用比喻 隐喻 因为他们要表达的情绪和这种 当时的政治语境所允许的限度 是超出这个限度的 所以他就要用很多的比喻 拐很多的弯 拐很多的弯 用很多的羞辞 所以当时叫蒙农诗 他真正的意思要把它赢回起来 但是当然完全不能完全赢回 所以就是认为搞不清楚他的主题是什么 过去很清楚 我就是歌唱祖国歌唱人民 我的情感非常鲜明 但是现在他其实是怀疑了祖国 怀疑了人民 怀疑了我生长的这样一种历史 所以他总是有那种隐悔和曲折 这就是北方闲置的田野 有一章笔 让人疼痛 你看看这首诗我们可以读一下 有一张梨让我疼痛 北方闲置的田野 有一张梨让我疼痛 当春天像一匹马倒下 从那样空荡荡的收尸的车上 一个石头做的头 聚集着死亡的风暴 被风暴的铁头 铁头发刷着 在一顶帽子底下 有一片空白 死后的时间 已经摘下他的脸 一把中红的胡子伸向前去 聚集着北方闲置已久的威严 春天才像灵那样咬着他的心 类似孩子的头 沉到井底的声音 类似滚开的火 煮着一个孩子 火上煮着一个孩子 所以大家看看 这些诗句都是非常残忍 充满了痛楚 绝望 死 和那种灭亡 他的痛苦 类似一个巨人 在放倒的木材上 好像巨着自己的腿 一丝比忧伤仿线 还要细弱的声音 穿过停工的巨木场 穿过巨木场 寂寞的仓房 那时播种者 走到田野尽头的寂寞 雅麻色的农夫 没有脸孔 却挥着手 向着福利者 向着弯曲的背影 一个生锈的母亲 没有记忆 却挥着手 好像石头 来自遥远的祖先 那么像这些诗呢 都非常的绝望 一种没有希望 是吧 那么农夫 母亲 但是 母亲都没有记忆 母亲挥着手 但是 她是石头 是吧 母亲本来是 像生命的 从过去 到现在 到未来的一种延续 她写的就是 一种绝望 一种历史 被宰割的绝望 那么 播种者 也无法播种田野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 那种希望 那种渴望 是那么的细弱 它比仿现 还要细弱的身影 所以你要说 这种诗里边 今天看起来 它的意思 我们都可以读解它 是吧 我们也可以看到 里边的那种 内在的逻辑 其实它是很清晰的 它那种情感的逻辑 以及那种羞辞的关联 它是很强的 并不是说 当然 在那个时候 为什么叫做蒙东师 就是说 其实它里边的意义 知识分子 连想都不敢想 就是不敢这么去想 大家知道吗 比如说你想 你要杀父 是吧 像这些情感 我们想都不能想 是吧 杀父 是吧 这是不能想的情感 那么 怀疑祖国 怀疑 我们的历史 要反叛 这是爱卿 这一代的诗人 他们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所以他把它叫做朦胧 其实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 这个朦胧 它是 我们说是不懂 装懂 它是懂 装不懂 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 他不能够 不愿意 或者说不想 去读懂他 是吧 他懂 他要装作不懂 因为觉得 这个事情太可怕了 是吧 就像我们看见一个人 在那里杀人一样 当然他明明是在杀人 是吧 我们一直说 他就是在砍一根木头 是吧 就看不懂 就是他动作在那里 是干什么 看不懂 是吧 因为不敢想 这事情太可怕了 你这年轻的一代 你怎么会这样来 抗议我们的历史 抗议我们 把我们走过的道路 把我们的希望 都做了这么一种处理 那么 78年 是今天 北岛和盲克 黄瑞 这些人主编了 开始是用 拉纸油印 80年代 就被有关部门 要求停刊了 前后出了九期 我原来还保存有好几期 但是现在 这几天没找着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那书弄得太乱了 那么今天呢 这个 发表了不少 当时除了议事 还有评论和文章 主要撰稿的 都是后来的 蒙路市的中间分子 像白岛 固城 江河 那么这些了 所以 北洋电派 被演变为 惊天派 那么这种说法 其实是 并不为 这些 世界的 他们所公认的 并不公认的 那么比如说 多多就不一定认为 这个 北岛和 北洋电派 有那么 深的一种关系 他们私人之间的这种斗争 要激烈的多 我 有那么 艺术 我 有那么 我 那 我 我 有那么 我 我 有那么